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世界上有几个专为夜晚而设计的城市 它们是世界上夜晚最热闹的三大城市 比白天还喧嚣 其中一座就在泰国 这些城市的主要盈利时间就是在夜晚 因此上夜班的人也非常多 因为夜晚才是工作的主场 第一个是奥尔良 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就像这个国家一样充满了浪漫气息 但这座城市最出名的也不是因为烤鸡吃 而是因为夜晚 这个城市到了晚上才会真正的热闹起来 更加开放热情让人沉迷其中 因此很多人会特意来自感受夜生活 夜幕降临 这个城市的狂欢时刻就到来了 第二个是拉斯维加斯 这是美国将娱乐发挥到极致的城市 在这里你能享受到最高级的美食 最好的服务 在这个城市里 随处可见商业街和酒吧等娱乐场所 到了夜晚 摇野和狂欢才刚刚开始 这里简直是玩乐的天堂 但只有夜晚才能展示出其奔放的一面 第三个是巴提亚 就像这个城市的名字一样 这里的景色美丽而温柔 它坐落在清澈碧蓝的大海边 但这里最吸引人的就是夜晚 在巴提亚的任何一家酒吧中 你都能看到表演 穿着里福地演员 跳着充满泰国风情的舞蹈 小伙伴们 想来体验这些城市的夜晚吗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信心转发以及关注哦